人类迄今为止建造过的最昂贵的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负在天上的国际空间站了 为此几个参与该项目的国家总共掏出了1600亿美元 这是什么概念啊 可以建4.3个三峡工程 盖14座大型国际机场 立起100栋世界第一高楼哈利法塔 这么多的钱花在天上 值吗考虑到人类正在立志成为一个太空物种 所以该花的钱还是要花的 实际上早在国际空间站的第一个模块上天之前 人类就已经把实验室绑到火箭上发射到太空中去过了 那是在1971年叫做礼炮一号 搞出这个动静的是跟美国干得争欢的苏联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空间站的前世今生 最早上天的就是我刚才说的礼炮一号了 它只不过是一系列礼炮空间站中其中的一个而已 从1971年到1982年 苏联先后发射了7座礼炮空间站 这也让其成为苏联历史上最长的一项载人航天计划 并且让它在与美国的登月竞争中失败以后 暂时性的获得了下一轮竞争的领先优势 礼炮号最大的设计亮点就是模块化 通过添加相应的模块就能够扩展空间站的功能 你觉得这个听起来很熟悉吧 是的 现在的国际空间站就正式采用这样的设计 所以礼炮号实际上是为今后的空间站设计铺平了道路 就从这一点 它的非凡成就就应该得到极大的肯定 美国的第一个空间站 SkyLab天空实验室 与之后的1973年发射成空 那个时候阿波罗计划刚刚结束 所以还剩下了一些土星5号火箭 NASA于是就想 我们能拿它干点什么呢 这么一想还真想到了一个超酷的点子 那就是直接把土星5号的第三机 改造成天空实验室的居住模块 你知道的 土星5号的尺寸至今都无人能挤 所以好处自然就是宽敞 不仅能够让宇航员在里面享受到太空淋浴 甚至还有专门的娱乐中心 冷餐热食更是必不可少 从尺寸到形式真的都很美国 即使放到现在都是土豪级别的 别看国际空间站很大 但它的居住舱也不过才4米宽 而天空实验室的则达到了6.6米 不过任务本身反倒是有点出师不力 在发射过程中 其中的一片保护盾掉了下来 然后将两片太阳能电池板中的 其中一片直接撕了下来 并卡到了另一片上面 这就有点悲剧了 天空实验室的确是进入了轨道 但是如果没有太阳能电池板和护盾的话 它再宽敞也住不了人 因为没有电而且还太热 在太阳的无情指稿下 里面的温度竟然高达90摄氏度 实际上NASA头疼不已 但这恰恰就活生生的 把它们给逼出了超强的太空维修能力 如果他们知道后来的哈勃空间望远镜 也要让他们像这样在太空中大修的话 就一定不会抱怨什么了 在经过了几次的太空行走之后 宇航员终于修复了被卡住的太阳能电池板 并搭起了一个鲜艳的太空凉棚 温度降下来了 电也回来了 于是先后有三批宇航员 总共在里面居住了171天 创下了当时的最长记录 在这期间 他们得以完成数十项 包括生物学 物理学和天文学的实验 当然最最重要的是 让NASA知道了 当人体长时间待在太空中时 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身体上和心理上的 从而帮助他们设计出 更加合理的太空健康计划 1979年7月 轨道高度越降越低的天空实验室 最终落回大气层 在印度洋上空分崩离系 那么下一个该轮到谁了呢 答案就是和平号 1986年 尽管当时还有李炮7号载轨运行 苏联却再次将脚步往前迈了一下 制造并发射了 有史以来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空间站 和平号空间站 你可以说它一生都是一件 未完成的作品 因为跟李炮号一样 它也是基于模块化打造的 所以可以一直天天不补 作为对比 如果把天空实验室 放在和平号上 基本上只能算是 其中一个大一点的模块罢了 随着时间的增加 最后的和平号 由6个对接口和7个模块组成 你其实已经在它身上看到了 后来的国际空间站的影子了 的确 它也是够国际的 在它运行的15年间 接待了来自12个不同国家 104个客人 尽管居住在那的体验 一点也谈不上舒服 甚至还有点担惊受怕 因为它总是故障不断 系统崩溃什么的都是小case 时不时来一个撞车或者货载 才更要命 要知道这可是太空 太空里哪来什么疏散通道呢 最终 2001年3月在活过了苏联解体 并一直坚持到国际空间站成功上天 超过了其设计寿命 整整两倍之后呢 和平号空间站在太平洋上空 化为火球 把接力棒成功的传递了下去 国际空间站 迄今为止 人类最大的空间站 比和平号大了4倍 几乎相当于一个足球场的大小 从1998年运行至今 现在由15个加压模块组成 中共有5个航天区参与其中 只是少了中国 不过天宫来了 2011年天宫一号发射 2012年实施首次载元对接 2016年天宫二号发射 同年成功实施对接 而我们的多木块空间站 也计划将在2022年前后发射成功 也就是说到了2024年呢 当国际空间站推移并坠毁时 中国将有可能成为 全球唯一一个拥有空间站的国家 接力棒还是传到了我们手里 怎么样 你骄傲吗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让科学更有趣